好 現在來講Line的幾個常見問題 第一個是跟服務相關的問題 服務相關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Line at 這個小老鼠 Line at 生活圈是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去申請的這個Line at 它其實就是類似那個公眾帳號 類似那個官方帳號 就是微信的公眾帳號的意思 它也是那個粉絲團的意思 臉書的粉絲專頁的意思 就是說臉書的粉絲專頁 如果有人去按讚的話 那一個按讚的人就變成粉絲 然後呢 官網那個粉絲官方的人員 管理員呢 他如果PO訊息的時候 粉絲就會收到訊息 好 這個原理 但是呢 事實上臉書的粉絲專頁呢 已經 已經 已經那個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個新聞就知道了 已經很低很低的那個瀏覽率啦 就是100個人裡面可能只有不到10個人 看得到你粉絲團貼的訊息啦 然後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轉到Line去做行銷 就是因為粉絲團的行銷效果已經非常非常差了 如果你完全不花錢的話 你貼出去的文章根本就沒有用戶會看到 然後LineAt生活圈是什麼呢 看一下 LineAt生活圈就是Line為商家開發的全新行動行銷解決方案 當然他以後一定會收錢啦 但是現在便宜嘛 趕快先用 而且效果非常好 透過LineAt生活圈你可以兼顧主動式 主動式 互動式 還有被動式的完整行銷 你可以主動直接用Line和你的廣道客戶群做溝通 你可以群發 可以群發給所有的客戶 目前免費是發給1000個啦 然後可以傳送DM圖片優惠券等等訊息來推廣你的生意 就是說他發出去的訊息不只是文字啊圖片啊這些都可以 然後還可以發優惠券啊 甚至還可以發問卷調查 讓他們直接去填問卷 然後這個與發送紙本的傳真傳統行銷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傳送的訊息可以直接進入用戶的手機裡面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反正就是Line嘛 你會收到訊息 然後有效被用戶注意到 進而讓用戶採取行動 當然顧客也可以透過LineAt生活圈的內建功能 直接傳訊息給你進行預約或客服 做到一對一的溝通 動態消息呢 它可以讓你能夠實時的更新最新的資訊和顧客做公開的交流 這個動態消息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 我們原本手機也有嘛 對不對 原本的手機上面Line本來就有動態消息嘛 它那個上面這邊的動態消息啊 看不到 看不到 好 沒關係 大家都知道 然後 它動態消息你可以每天發無所謂 但是你如果要群發的話 群發就只有1000通 1000通 免費的話啦 只有1000通 然後付費的話呢 有5萬通 付費的話5萬通 一個月798塊 但是現在還沒開放申請 因為現在講的這個LineAt生活圈呢 它早在去年8月的時候就已經開放申請 但是只限於一般店家 那我們平常公司也不能申請 如果你不是店家在賣東西的 那你申請都不會過 很難過很難過都不會過 那現在開放申請之後呢 你要過比較容易 但是要注意幾個美感 如果你沒有弄好的話 有可能申請完之後 隔幾天就被刪掉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教的 好 來看一下這個剛剛講的 過度促銷的粉絲頁內容 1月起 Facebook將讓它在動態消息上消音 Facebook強調他們想刪減的粉絲內容為過度促銷的內容 並列出幾種特定的形式 包括只會要求使用者購買產品或安裝程式的內容 毫無關聯性 只要求使用者進入促銷或賭金網站的內容 以及重複使用廣告內容的貼文 所以呢 這則新聞是在什麼時候刊登的 這則新聞是在去年的2014年的11月17日發表的 所以他講的說 1月起 Facebook要讓它在動態消息上面消音 所以 Facebook的經營啊 你如果不是好的內容 不是有用的 不是有趣的 對生活沒什麼幫助的 對人類沒什麼幫助的 只是一直在貼廣告的 那 Facebook他一定會要求你這樣的內容會消失掉 所以呢 在臉書上面你要做廣告的話 一般你沒有付費去買廣告的時候 那個效果就會很差很差 你的貼文沒有人看到 那你在那邊蒙貼就會浪費時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講LINE AT 但是LINE也不是說你用了LINE 你就可以猛貼亂貼文章 當然不是這回事 這個就不叫做經營了 那個就傳廣告嘛 然後呢 我們先來講一下 目前他有付費方案跟免費方案 我們剛剛講的1000通 就是1000折訊息到底是怎麼計算的 在這邊看到基本方案完全免費 這個基本方案裡面呢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計費方式 基本方案的初期費用是0元 月費是0元 他取發訊息是每個月1000折 1000折的計算方式就是 你如果有1000個粉絲 那你這個月發一次 你就等於用掉了這1000折 如果你只有100個粉絲 那你發一次 就等於用掉100折 所以你這個月就可以發10次 因為10乘以100人就等於1000折 所以就是用人數去乘上你要發的幾折的那個數量 相乘就是total的每個月的全部的1000折 那如果超過的話呢 你就不能再發了 這是他的限制 然後投到動態消息並沒有限制 所以這個投稿到動態消息 就好像你部落格在發文章一樣 就好像你粉絲專業在發文章一樣 所以他沒有限制 因為他是發出去就是公開的 那粉絲會不會去看呢 那就是有粉絲自己決定的 他不會直接發到他的個人聊天室那個對話框裡面 可是群發是會的 群發就好像我們兩個人在在LINE互相LINE訊息一樣 這個群發是直接是一對多的 好像發簡訊發私訊 直接發到你的個人信件夾裡面是一樣的 那一對一聊天 這個是我覺得目前比微信官方帳號還要棒的地方 因為微信的公眾號如果你們有用過的話 就是 就是如果你發訊息給粉絲 然後粉絲如果回訊息回留言 那你要回電腦去看那個網頁 或者是你在手機上也是要開那個網站來看 那一般像我每次 我用微信用到後來 公眾號用到後來不想用就是 我回去要開電腦 然後還要開那個瀏覽器 還要登陸帳號密碼 然後我就忘記做這件事情了 那有時候人家真的有留言 我可能過五天 過兩天 三天 五天回去看的時候 那個留言 五天就只能保留五天 就消失了 所以必須每天都要上那個網站去看 就很麻煩 你沒有辦法馬上知道 那LINE的這個LINE AT這個官方帳號的好處就是 人家直接LINE過來的時候 我的手機會叮咚會叫 然後直接去看 是誰那個發訊息給我這樣 可是如果你有100個粉絲 你不會知道誰是你的粉絲 你不知道你的粉絲是誰 你只知道說你有100個粉絲這樣 除非那個對方他有LINE訊息回來 你跟他對話 你才知道他是誰 這是目前這個LINE官方帳號的狀況 然後行動官網 就是它裡面可以去建置一個 類似官方網站的頁面 可以做得比較漂亮 還有它一個宣傳頁面 這個我們在功能介紹裡面 會把這個圖秀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調查功能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可以寄問卷調查給你的粉絲 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他可以比如說他可以選 第一題回答完之後 然後回答第二題 那第二題如果 如果你有回答這題 請你跳到第五題 這是可以去做這種設定的 然後統計資訊就是看你來多少人 那些統計量 那還有一個很棒的好處是 好友的人數上限 現在是沒有限制 之前是有限制的 之前好像限制1萬人吧 在地商家那個時候限制1萬人 然後現在 那時候是限制1萬人 然後一個月只能發5次這樣 那現在是沒有人數的限制 現在是沒有人數限制 那就要看你發的幾折 一個月可以發幾折 這邊有解釋 訊息折數的計算方式 發送當下總有效好友人數乘以訊息發送次數 就我剛剛講的兩個相乘 人數升以次數 然後申請資格 它有說 符合下列說明的法人或自然因而者將無法申請 它現在已經反向列表 就表示大部分的人是可以申請的 只有這個什麼推銷詐騙 在家工作詐騙這種多層次傳銷的 這種申請就直接被那個 直接被砍掉了 然後提供以什麼 自我啟發研討會提高自我潛能為目的的商品或服務業種 這個要注意 有些教育訓練業是專門提高自我潛能這類的 那怎麼辦 換個名字好不好 換個名字 難怪我朋友真的被停掉 有可能是某些教育訓練方面的東西 啟發研討會提高自我潛能為目的或服務職業種 第三個 歌廳、秀場、各式酒店、牛郎店 我相信我的朋友都沒有這個性質的 然後第四個 從事違法或私下 這不用講了 然後從事販售、仲介、獲旋藥物 這當然不行 從事紋身刺青等人體施行永久而非暫時性的人工、色素、沉澱之行為 所以刺青也不行 然後什麼 開運、祈禱、驅魔、靈媒 這要小心 對 這個要小心 要注意 我的朋友有做這個 從事提供場地或機會給希望與陌生人異性交往的本公司認可是一種出外 所以這個什麼 男女交友的這種也要小心 從事違反公平交易法 這不用講了 醫療、化妝品這種都比較敏感的 在台灣這個都是比較敏感的 衛生局比較會抓的那種 然後其他本公司判斷有沒有不合適 這個就是他說了算嘛 就這樣 他說不行就是不行 你正好可能申請下來 然後沒多久被砍掉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再申請一次 就這樣 再申請一次 然後再申請一次 那個名字就要換 之前被砍掉那個就不要那個 不要再繼續用了 就這樣 我們這邊先講到這裡